据代表性日本建筑的城国里 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大阪城 究竟有谁知道 当中城国特征的建筑天守国 是建立于1931年? 而且历史上从来没有相同设计的天守国 无论在设计上还是建筑上 都是出自现代人的手笔 匪夷所思 最深日本今集为你介绍 阿立在军事要塞重地的大阪城 在日本动荡飞长的时代里 三大强害武将 积田信长 凤臣秀吉 德川家康或争夺这个要塞 展开了多场历史性的激烈战争 扶上了庞大的财富和时间 踏入20世纪 消失在世上超过260年的天守国 得到市民的支持而获得重建 并且在发掘调查里解开了多个谜团 不是世界遗产的大阪城 它拥有独一无二的珍贵价值 对于外国人来说 日本所有的城国里面 位于在大城市市中心的大阪城 算得上是人气最高 不懂得任何日本的历史 不知道是谁建的 但去到关西的时候 总会有冲动亲眼欣赏一下 这座宏伟建筑 这座城国卖藏了 不单止是种种古迹文物 也有一大堆迷团 斯尼尔尔森 其实现在看到的大阪城 是由大阪市民合力兴建的 历史不够一百年 在1931年11月7日落成 而且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设计的天守国 累积登城人数在2012年 突破9千万人次 疫情之前的2017年度 入场人数达最多的275万人次 大阪城人气之高 不容置疑 曾经去过这里的几千万人 究竟有多少人 懂得这座城国的历史和魅力呢? 回到动乱的尖国时代之后 以德川家康执政的江户时代里面 有一天一场大火发生 日本人的心血结晶 永远消失在世上 1665年1月2日 天气非常之恶劣 白留在大阪上丁台地的大阪城天守国 高五十多米 顶部其中一只虎头鱼身的虎 遭到累积而起火 人都束手无策 看着用尽人力和财力建成的天守国 渐渐溶于火海之中 最终稍为平地 遗留下来的 只有在人们心里的悲惨记忆 之后二百六十多年来 户城河里面一片平地被军队占用 一栋有一栋的军事设施临立 四周变成了公园 刚刚踏入二十世纪 大阪发展速度惊人 进入了大大阪时代 经济和人口直壁 甚至超越首都的东京 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 在东京的人和企业都纷纷逃亡 去到关西最大城市的大阪 加速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周边的地区列入了大阪市里面 人口增加 突破了二百万人 取代了首都的地位 1925年 大阪每日新闻社为了纪念大阪市域扩充 举办了大大阪纪念博览会 第一会场在通天角旁边的天王寺公园 第二会场在大阪城舊址里的特设会场 封公馆 封公即是对大阪发展有重大贡献的封神秀吉 一个半月会期里面 总共吸引了近二百万人参加 其中封公馆近七十万人入场 造成了话题 政治家大人麦后藤新平 看到空前盛世 就向市长关一作了一个提议 希望展览现场成为尚轻展览 市长关一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萌生了一个念头 将二百多年来消失的大阪城天守国重建 并且以计划来庆祝超和天王职位 呼吁市民支持和捐款 将跨时代的梦想成真 为何市长要呼吁市民支持呢? 只是靠市长之力根本无法在原子重建天守国 就算有足够的金钱 市民的支持是不好或缺 因为对抗的实力甚大 当时城里面的范围起满了陆军的设施 找不到空间去作新的建设 重建计划不够半年 就筹到一百五十万日圆捐款 大概是等于现在的一百亿日圆 预算里面有四十七万是兴建天守国 二十三万整理公园 这里总共大概有七十万 这样还有大半的八十万去了哪里呢? 重建计划成功与否全部掌握在陆军的手中 为了得到陆军的许可 捐款里面超过一半的八十万日圆 就会提供给陆军用意兴建师团司令部大楼 以庆祝天王职位 还有市民的意愿 再加上费用可以兴建新设施 陆军难以拒绝计划 最终工程顺利在1929年开始 用了两年时间 并不是木造 而是二十世纪最先进的钢筋运营土建筑 不但不怕被雷劈 甚至地震也不会临 威风的天守国 再次压立大阪之上 最初知道市民的捐款超过一半 是用来兴建军事设施 还以为日本政府和大阪市政府很黑暗 但了解了时代背景 为了达成梦想 花上沉重的代价也要忍耐 如果错过这时机 几年后经济大萧条打击全球 日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作重建 大阪城就无法重现世上 也不会有九千万人次参观的事实 通天国也好 大阪城天守国也好 壮烈的重建故事 提升了他们的价值 金钱和科技之外 人们的热情为大阪添上了 精彩而且志豪的一业 为了庆祝新年代超过的天皇席位 市民合力捐款重建大阪城天守国 一个美好的故事 但是究竟重建了的 真是大阪城天守国吗 这个问题难以作答 最低限度历史上相同外卖的城国 在任何文字书籍和古图里都找不到 简单来说 在重建计划时重新设计 不过也不是天马行空 有深入参考典籍 细心看看天守国 先简单解释一下 天守国是城国范围里 最具代表性的军事设施 尤其在守城时 武将和士兵会在天守国里 防守挨过难关 一般人日常生活里说的大阪城 是指天守国这个建筑 但也有另一个意思 是指沪城河所围住的整个地方 如果旅行团行程里写着由大阪城 这样误上天守国其实也没问题 而官方网页里写明了 大阪城天守国的入场费 大阪城本身是不需要入场费 可以随意参观 有关日本的城国 预计在之后介绍世界文化遗产 基路城时作详细解释 跳望大阪城天守国 整体上外场是以白色为主 各层屋前部分呈淡绿色 再细心看一看 最高的一层外场和其他流程不同颜色 是黑色的 还有金色的老虎作装饰 相比其他城国 外场颜色不同一比较罕有 也成为这里的一个特色 在1655年受雷击而完全销毁的大阪城天守国 是由江户时代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而重建 其实现在的大阪城天守国已经是第三代 初代是由对大阪发展有极度深厚关系和贡献的武将 封臣秀吉是1585年所见的 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时代 群雄割据 秀吉出身于名古屋一带 服侍以统一天下为梦的迹田信长 今天一般象征日本城国天守国最初的建筑 就是由积田信长于1576年所见的安土城 比起初代大阪城约早十年面世 为至于知河园近江百凡市安土町 最近的火车站是JR琵琶沪线的安土站 距离两公里 而日本的安土陶山时代里的安土就会是指这个地方 安土城在落城后仅仅三年遭雷击而销毁 到现在没有获得重建 原子保留在这里成为一片平地 双隔火车路轨相反方向的地方 有博物馆信长之馆 里面展示了一比二十的安土城天守国模型 在安土城落成了六年后 明治光秀造反是京都的本能子 率领大军袭击休息的积田信长 信长在未完统一天下之梦就自尽而终 这就是日本历史中重要的事件 本能子之变 明治光秀进驻了安土城 但没多久就遭封神寿吉所灭 城国亦遭战火而消失 当时去日本传教的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 路易士费洛伊斯曾经与积田信长和封神寿吉回眠 佛洛伊斯在书籍里记载了相比安土城 封神寿吉所建的大坂城规模大几倍 而天守国是沿袭安土城的设计 同样是石缓上六层高 封神寿吉所建的大坂城简称为封神大坂城 天守国是全漆黑 最顶层的外牆以金箔铺了老虎和银造装饰 再仔细看看现在重建的天守国 外牆的确有凶猛的金老虎还有金河 德川家康重建的天守国是游满了白漆全白色的 现在的天守国重建当初市民都有争论 究竟重建哪一个时代的天守国 基本上的共识是德川大坂城 大部分人希望保留具特色的金虎和金河 答案就取了一个平衡 成为全新设计的天守国 看守着现在的大坂90年 封神大坂城于大战的大坂之阵中遭攻陷 同时也代表封神一族遭满 现代版的天守国重建之后 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各种学术研究活了起来 于1959年在大坂城进行了大规模调查和发掘 竟然得出了意外的结果 发现了封神时代的遗迹 绝大部分游客都会视大坂城 为一个充满日本文化的景点 请留意 这个地方由16世纪战国时代 至20世纪中叶是军事重地 走着47度都府远巡游北海道特輯里 介绍过五陵角的位置巧妙 离海岸的距离刚好避过一般级数战艦大炮的攻击 而大阪特輯里介绍过6世纪首都的南波宫 位置就是大阪城南方步行几分钟的地方 南波宫也好大阪城也好 为何偏偏要选择在这里 必定内有健坤 大阪城天守国压纳在高高的上丁台地 台地即是比四周地势更高的平地 在城外围向天守国望 会发现沪城河里的地方比外围更高 通往城内的桥全部都是上斜的斜坡 不会被涉谷的斜坡信息 细心想的话可能认为是因为土木工程而加高了 大阪这么大的地方加高 在建成的16世纪难度非常高 和在天王子中间的圣字坂 可以容易理解台地和周边平地的高低差 古时的人已识得在高地建筑基地 确保视野 监视四周 不知你没有想过大阪城是向哪一个方位的呢 如果你负责组城 会怎样去设计呢 有很多人都喜欢向南 风神寿吉 都是选了向南 不过作为军事重地的城国 向南不是因为喜好 或者因为方便浪三 看看地图就会一目了然 大阪城位置南坡和梅田较北 在天满桥和荆桥附近 北面有沉木村和大村流过 一般地图看不出城角向南的原因 不如把地图缩小一点 再看看地势高低的差别 即时就会看到有上淺蓝色上丁台地的地形 四周深蓝色的是较低的地形 记得在大阪特辑介绍过古代南坡 即是南坡宫一带大部分都是海 垫川由上游带来沙粒 而堆积成为陆地 兴建南坡宫和大阪城时 这个位置三面环海 上丁台地向南伸展 看到这个地势 兴建城角时 就算没有任何知识都会设计成向南 再看看大阪城的卫星图片 天守角入口就在乡南 古时的武将就在天守角的高处 军林整遍上丁台地 任何敌军都无所遁形 再仔细看看天守角不是乡征南 而是微微偏向西方 完全符合了上丁台地的地形 台地南方的进头 找到铸吉大舍 有时间由铸吉大舍向大阪城行 全长十公里 感受一下如果要攻城的话 是多花气力 顺带一提 调查大阪城军事设施上的设计 还可以理解市中心一带的地势 如果打颱风和下大雨 甚至海啸的时候 哪一道最容易水浸 置业、租泡、选址的时候 但靠直觉可能后悔一生 通往首都京都殿川的河口 被视为交通要塞 在大阪城兴建前的十五世纪末 南坡公租到弃治之后 一帮来自京都山科本院寺的佛僧 找到南坡公为之一带为基地 并且弃治院形成了村落 为了圆统一天下之梦的植田信长 看中了这个军事重地 15世纪末 本院寺八世年园 找到大阪一带作为山科本院寺的别院 不够半个世纪 这一带发展成十个丁的大村落 住满了门徒 相传连遇来到这一带的时候 地名叫小板 地名之中的板字 就是来自上一章介绍过的上丁台地的地形 相比小板 发音相近的大板 看来比较有气势和有意图 所以就改称为大板 这里有另一个名称 相传在禧治院工程的时候 在地底发掘了适合建筑的石材 所以就改名成为石山本院寺 顺带一提 现在大板的板字 是明治时代更改了的写法 之前是代表斜坡的板 这里会根据时代背景 而采用相应的写法 踏入十六世纪的战国时代 石山本院寺和周边武将势力对抗 并且漸漸扩张势力 轻建了城河、土壤、加强防守 进化成为涉州第一名城 请不要忘记 这个地方是佛寺 随着时代和局势所影响 不知不觉成为了军事要塞 和歌山特辑里面有提及的高野山 就是因为对抗武将而武装化 形成了一大势力 本院寺到了显瑜做法主的年代 来自葡萄牙的传教士 形容日本大部分的财富 都由显瑜所拥有 石山本院寺反而对周边武将造成了威胁 1570年9月 没办法避免的世纪对决一触即发 一代武将积田信长和本院寺开战 誓要得到本院寺的阵地 作为进攻以西地区的前线基地 本院寺也不在意代弊 连同相同中派的一向中 还在高枝拥有庞大势力的毛利辉原和川上水军 共同对抗积田信长 进为极乐正土 退位无间地狱 佛僧门的力量不可以忽视 石山合战持续了十一年 不分上下 1580年信长得到正亲丁天王的介入 和本院寺讲和和要求开城 简余逃走去和过山 信长一常缩愿 将种地得到手 可惜是几个月后 一场大火将本院寺和整条村烧成灰尽 大火的原因已经不能考究 相传是有人中火 1582年的本能寺之变里 信长自尽而丧命 用了十一年时间才到手的本院寺种地 来不及去起基地 满足统一天下的野心 如果信长不坚持攻落石山本院寺 或者以武力之外的手法 令佛僧让出这个地方 或者信长真的可以统一天下 以另一个角度来看 大阪城一带在军事上价值超凡 不知道深夜去大阪城的时候 会否有另类体验呢? 做绍招而移为平地的石山本院寺 成为了御柴寿吉 即日后封神寿吉的土地 到处殲灭敌对势力的寿吉 在攻备中高重城的时候 知道了積田信长被明治光寿所灭 即时和敌方讲和回到京都 在本能寺之变十天后 为信长报仇灭了明治光寿 得到了石山本院寺之地 1583年 秀吉开始促成 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 直到1599年为止 城阁扩充工程不断进行 现在看到大部分的地方 不是秀吉 而是取代了秀吉的将军特寸家康 由1620年开始所兴建 教康命令各地大明分工合作 促成拥育九年的时间 看抵抵支持城阁的石门 不少石块大得惊人 由正门的大手门走入城里 正面已经找到几块巨石 这块是大手建库石 高5.1米 高7.1米 宽距就是大阳1米 宽距导150吨 是城里最重的巨石 座元路走到欣门 找到另一块巨石 销石 是面积最大的巨石 高5.5米 宽距导11.7米 重1708吨 不过厚度只有70厘米 究竟这些大石是哪里来的呢? 多数是来自大阪以西的各个地方 大手建库石是来自小豆岛 萧石是来自秘前的犬岛 赖湖内海一带出产不少大石 另外有一些是来自福建城 最远的就是来自九州 巨石以旋运的方式 找到附近的港口 之后以人力推车运送 规模壮观 有些石因为在运送途中 不小心掉落地 因为意图不好就会遭遗弃 另外有一些石头在运送途中的时候 厌城工程已经完结而遭弃制 之前去通天国和新世界的时候 发现了遭遗弃的残念石 残念即可惜的意思 专程在山里面给开彩 但不能成为大阪城的一部分 而在城旁边两块大石 应该是最残念 要开彩和搬运大石 各地方的大明用了大量的金钱 有专家表示 德川家康为了减低大明的威胁 而命令他们分工合作去促成 大明花上人力和物力 为了表示自己对德川将军的贡献 就想了一个妙计 在石头上刻了代表自己的家闻图案 在支撑天手角的石块上刻上图案 当然外观会造成问题 所以在这里很难找到图案 而在外围的石环就比较容易找到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去搭寄座船 游览护城河 去到城北面的售票处买票 票价是1500日 其实我都想了很久 不过有观众课金资助 所以决定丰富影片的内容 亲自去搭船看一看实物 再跟大家介绍 预座船是呈金色的 不少人都认为是用金色油漆油上去 上了船后 请留一留意天花板 如果是用油油的话 表面就不会有花纹 仔细看一看 一个有一个呈四方形的方格 金色是来自金箔的 1500日的票价 有它的原因 拍外景那天是4月中 大气温已经超过20度 亮着沪城河的河风 欣赏大阪城也不错 船夫叔叔会用一枝很长的棒 去介绍哪一块石上黑有图案 其实真的很难去找 有时找了10秒都找不到在哪里 除了石缓之外 还有一个比较神奇的景点 回到大守门 全部由黑都会沿着路向左边走 但这道门隐藏了一个玄机 右手边的柱中间有一个摺口位 仔细看看摺口位的形状 简直不能想像是如何陷上去 这个称为婆沙罗顺接技法 在没有钉和螺丝的年代 用这个技法可以加强柱的强度 抵受地震而且美观 学术研究团要用X光去照 才能解开如何顺接的迷团 俗城是日本土木和建筑技术的结晶 每一个位置都会找到职人技术的成果 今次介绍了其中一部分 去过大阪城的人 不知道亲眼见过多少呢? 在1600年的关元之战里 特串家康在战国乱世里取得胜利 奠定了地位 并且登上晶儿大将军之位 成为实质上日本最高权力者 特串是江湖 即现在的东京建立了基地 江湖时代打开了罪幕 1598年 封神兽吉因病去世 他的儿子封神兽赖 仍然在大阪城里过着豪华的生活 并且在大阪拥有一定的势力 特串家康为了确保地位 在战国时代完结后 一直等机会对付封神家 竟然特串将军找到开战的理由 秀吉在京都所创建的方广子 来清水子20分钟的步行路程 子里面有一个繁钟 中上面写满了文字 上面可以找到 国家安康、军神风落的字 特串家康就解释做 将家康两个字分格 即是想分拆特串家 并且祈求封神家成为君主 他就以这个解释为借口 向封神家开战 展开了大阪之阵 1614年11月 特串家出兵20万 进军大阪城 打开了大阪东之阵的罪幕 封神家接集了失落武将 总共10万兵力对抗 加上有护城河作防御的大阪城作为基地 特串家久攻不落 上方冰粮、弹药 还有士兵的体力都消耗 蔓延了港和的气氛 到了12月 特串郡炮击命中了天守国等等的重地 封神收乃的母亲甸甸逃过大难 不过几个侍旅就这样丧命 战争迈向港和阶段 特串郡提出了条件 要破坏城国外围的设施 还有要埋了东面、南面、西面的护城河 而不取受赖的命 在无法选择下 受赖只好接受 为大阪东之阵闭幕 不过双方并没有放弃抗争 不够半年后 特串郡再次攻城 没了护城河的大阪城 就好像裸城那样 不够三天就被攻落 封神收乃和颠颠 躲在天守国的一个角落头上 自刃而终 1615年6月11日 大阪夏之镇告终 封神家灭亡 大阪城落在德川家寿终 1620年第二代将军德川寿终 命重建大阪城 将原有的建筑完全铲平 另外建筑全新的城角 当中包括天守国 就形成了现在大阪城的模样 事以西易 不过上丁台地这一带 地形上仍有重大的价值 第二代的德川大阪城天守国 是1626年再次压立大地 可惜在短短的39年后 因为雷击已完全消卫 失去天守国的大阪城 经历了江户、明治、大政三个时代 得到市民捐款的支持 封神和德川合体版本的天守国 于1931年再次压立大阪城之上 相信封神秀吉和德川家康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兴建的城国 会和宿敌互相合体 是和好还是讽刺 见仁见智 宿吉和家康的大阪城 在市民的支持下 得到再次合体的机会 直到超和34年 即1959年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 德川家康沿用风神大阪城原子 重建了天守国 其实还有内情 经大规模学术调查和发掘之后 发现了华尔是风神年代的石环 并且又被火烧过的痕迹 发现了古迹的专家们 兴奋过后保持冷静 不敢断定是否风神时代的遗迹 发现了的石环是以野面积的方法砌成 相比德川时代平滑的石环 野面积是初期的堆砌方法 表面凹凸起伏 即是表示数十年之间 足成技术进步伸促 好似天意的安排 发掘了石环之后一年 偶然在东京发现了风神时代 大阪城的地图 在比较之下 发掘了石环和地图闻合 证实了在风神时代的遗迹 原来德川家康 铲平了风神时代的建筑后 用泥土完全覆盖了本来的护城河一部分 和护城河围绕着的地基 在上面重新建设各种设施和天守角 在效估上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过了24年 1984年 在大阪城附近进行水管工程调查时 再次发现风神时代的石环 可惜两次发现遗迹之后 没有进一步的计划 只好再次封上泥土 为迎接大阪下之阵400周年 大阪市政府在2013年落出决定 开始了大阪城风神石环公开计划 边进行发掘工程 边囚款 促进发掘工程和建设展览设施 不用担心 今次的捐款 不会被军部拿走一大决 目标的金额是5亿日圆 现在已经筹到3亿7千万日圆 其实在大手门附近 也可以找到风神时代的石环 在追手门、学校、小学的围场 可以找到整个外围的石环 而再走一段路 突然会发现一道玻璃墙 可以规探另一段小学范围里面的石环 不是有关人士就不能进去参观 在这里读书的学生真是幸福 大阪城天修角 收漂处旁边一直有工程进行 地盘就是进行有关风神石环的发掘工程 大阪城风神石环公开计划 预计如果工程顺利 会在2023年春天圆结 在工程的地方兴建展览室 通往地面之下参观实物 如果对大阪城没有任何认识 相信眼中只会呈现一堆古石 由石山本原寺开始 经历了战国时代和大阪之阵 之后进入江湖时代 大阪城在历史上一直佔了重要的角色 风神石环除了作为古迹的实物之外 亦作为一个媒介 带领现代的人回到日本最冷淡的时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